今年4月底完工的国家电影中心 从现在开始 从新北市政府手中交办给文化部 和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营运 这个国家电影中心就现在位在新庄区内 未来将可以让新北市的影视狼带更加完善 为了给电影人一个温暖的家 新北市政府与中央攜手合作 在新庄复都心新建一座国家电影文化中心 第一期工程新北市政府提供一公顷 价值近60亿元的土地 以及主体工程和室内装潢费4亿440万元 历经三年多顺利完工 让市长侯友宜直呼终于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新北市为了让整个国家电影文化中心正式落脚在新庄 我们将近提供了在第一集工程有一公顷 将近60亿 以及植体工程跟室庄有4亿440万 让我们自己把它盖起来 我相信用这样一个力量完成这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后 侯友宜把后续的重担交办给文化部 取取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 带动国家影视产业发展及地方繁荣 未来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会交棒让文化部来经演 这里面一定会来做一个国际集所有电影人可以欣赏的电影宴 以及可以播放国家的典长电影 文化部指出 这座充满未来科技感的国家电影文化中心 预计今年10月市云运 12月正式开馆 未来也将持续推动二期场馆的筹建 成为我国最专业的影视资料典长 及推广中心 记者 伦宏采访报导 从8月6号开始 新北市电子天和加热市烟具管制制制条例正式来实施 推动这项法条规范的是市议员陈于君 就相当的高兴 相信能为青少年假期保护伞 让他们免于电子烟的危害 为了守护青少年免于电子烟的危害 从8月6号起 新北市电子烟及加热市烟具管制制条例正式生效实施 这是由新北市议员陈于君推动 在蓝绿议员的合作之下 4月29号在议会三度通过 教师会在跟我反应的时候 希望我们在议会的时候 一起共同来推动修法 所以4月29号我们通过了三度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感谢蓝绿的议员一起合作 新北市议员陈于君指出 由于教师会的陈情 担忧电子烟危害青少年 甚至进入校园 所以希望订定条例管制 而这也让新北市成了全国第一个严格规范电子烟及加热市烟具的指辖市 我们很高兴在疫情之前爆发的时候 我们新北市议会警觉到这个非常严重 那当然我们身为就是第一大的城市 我们做领头羊是有宣誓性的作用的 那未来我们希望其他各城市都可以跟进 最重要的是中央的立法要快一点 新北市电子烟及加热市烟具管理自治条例正式实施之后 针对业者如未取得药品许可证或医疗器材许可者 都不得制造贩售展示等等 否则最高可处以10万元罚还并勒令停业 而在禁烟场所也全面禁止吸食或启动电子烟 为者最高可以处以1万元罚还 新北市卫生局警察局及教育单位都会加强宣导雨季查 全力保护青少年不受电子烟的危害 记者陈小丹采访报道 防疫达到第二个阶段 只要全民疫苗施打的覆盖率来提高 就可以达到一定的程度 疫情可以获得控制 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们快上网登记预约 接获通知的民众也可以携带身份证和健保卡 依规划的时段前往施打 随着疫情趋缓防疫也到达第二阶段 就是要提高疫苗接种覆盖率 区长洪虫联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快上网预约登记 接获通知的民众 携带身份证及健保卡 依规划时段前往施打 我们现在我们防疫已经到了第二个阶段来 就是提高我们的疫苗的覆盖率 只要我们全民的疫苗覆盖率 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话 我们的疫情就会受到控制 五谷区长洪虫联表示 只要全民疫苗施打覆盖率达到一定程度 疫情就会受到控制 民众才能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代表市长来呼吁大家 各位区民 如果已经符合接种的资格 赶快上网去预约 预约到的话赶快过来施打 只要我们全民的覆盖率提升的话 我们的疫情还能受到控制 我们可以恢复到以前正常的生活 洪虫联区长也贴心提醒 民众在施打疫苗后 要多休息多喝水 初期会有一些轻微的副作用反应 切莫恐慌 若这些反应超过48小时以上 就要尽速就医 记者回宣五谷采访报道 随着疫情趋缓 汐止区在6月8号成立的体育场机动快塞站 在这个月9号服务完成后就要来撤站 而全国防疫警戒缓急 逐步来解封汐止区公所 也将体育场周边进行整理后 预计隔一天也就是10号开始 开放跑道和中间的足球掌 让民众来休闲运动 这是6月8号在汐止区综合运动场 机动快塞站第一天 许多民众排队等着快塞的情况 每个星期一到五 每天都有一两百人预约快塞 而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 疫情趋缓 这个快塞站也将在8月9号后撤站 民众说这个站的成立 究竟快塞真的很方便 因为工作的需要 是 那因为当时平台勾选的是莫德纳 所以还没有轮到 挺方便的而且很快速 你知道还要撤了吗 我不知道 今天是最后一天 这样子啊 那在整个疫情 目前有相对比较舒缓的状态之下 那我们细致的 我们设在运动场的快塞站 6月8号成立到现在 我们会在我们的8月9号正式 那个是最后一天 我们8月9号结束之后 我们这个点就会撤掉 全国防疫三级警戒 包括各景点 公园和运动场全都封闭 暂停开放 不过防疫降级逐步解封 随着快塞站车站之后 原本的运动场周边封闭的部分 最后一天快塞结束之后 下午时间公所就会进场整理 配合西北市政府政策 跑道还有中间的足球场都会解封 原来 那就是说因为整个的疫情的关系 那个目前的运动场 那我们也会在今天下午 那个把它做个整理 那在8月10号 我们也会让我们的区民 这边在整个运动场的使用 可以回复到之前的一个状态 那当然旁边的设施 目前我们还是做部分管制 但是整个运动场 那个在跑道的部分 还有中间 那个大家可以 也可以去踢球 那个垂球 这些这个都OK的 逐步解封 公园游乐设施 还是禁止使用 至于细子中和运动场的部分 像是沙坑 儿童及体建设施 还是暂停使用 不过10号之后 跑道还有足球场 都可以开放使用 提供民众运动休闲 这陈慧玲 细子采访报道 金山区六山社区中 清水吸盘的景观平台 由市府农业局新设立 一座地图刊版 介绍社区内的亮点 让民众可以在防疫工作 做好的前提之下 到农村来走走 加上目前正式 金山地瓜的采收季节 来到这里 还可以见到地瓜 结球累累出土的丰收景色 疫情警戒降二级部分的 景点有条件开放 在金山区的六山社区 清水溪旁的景观平台 由市府农业局新设的 一座地图刊版 介绍了六山社区的亮点 让民众可以在防疫工作 做好的前提之下 到空旷的农村走走 加上目前正式 金山地瓜采收季节 来到六山社区 还可以见到地瓜 结球累累出土的丰收景象 六山受季是从 105年农村再生核定以后 我们就会着手 尤其青年返乡这个区块 我们是着重青年返乡 因为现在老农力不从心 现在真的没办法跟着 把现在老祖宗留下来的土地 加以发扬光大 譬如说像蚯蚓養殖 蚯蚓養殖它原本也是农田 有农田经过青年返乡的话 它的创意 才有今天的蚯蚓養殖 它是另一种不接散 六山社区是农村再生社区 透过农村再生计划 吸引不少青年返乡 更让耕地活化 而除了大片的地瓜田 还有杜鹃苗圃 以及蚯蚓农场等生态农场 此外社区还有不少的人文特色展现 都可以透过这张地图来细细探访 因为有这个地图的介绍 更加了解说六山地区它的特色 构景点包括有文化 文化包括金宝山 法国山 著名美术馆 这就是我们匣区的临近 至于说休闲的话 休闲这个区块就是目前 目前就是地瓜收成 一厢一特色 金山地瓜 金山地瓜 现在就开始收成 六山社区据点旁的旧机场遗迹 所留下的三座建造机场时使用的石滚轮 还有六股活动中心附近的旧游洗山亭 以及填判街道上的墙面彩绘 都是社区的文化精神展现 想要户外活动又不想人挤人的民众 可以跟着走把农村不远的地图脚步 细细探索六山社区的社区风光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为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公认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你这个账单一个月 至少要自己对一次 银行有规定 我们跟客户之间 是不能有金钱上的往来 其实我自己帮别人理财那么久 我知道金钱的诱惑真的很大 这个我还你 我说放你那句好了 我信任你的 虽然呢 银行有很多规定很麻烦 但就是要我们 为自己的财务负责人 来 输用楼肺一定要随时注意 压修人理火时的压制 建议宣用防止锅子温度过高 起火功能的乳气 要酸点用 如火折断瓦斯装置的乳酯 输用楼肺时 会记得保持空气的流通 一定要定期检查散楼 不要注意楼子的清潔和保佑 你愿意爱他保护他 不论生病或健康吗 我愿意 如果他生重病 你愿意让他一辈子困在病床上 不再拥有喜怒哀乐吗 我不愿意 病人自主权立法 从疾病告知 医疗选择到善终决定 全方位保障你的医疗自主权 预立医疗决定 为爱而立 真的太苦了 汐止区水源路二端的社区 等了八天 还是没有水可以用 甚至有人提水还受伤 只是自来水公司依旧还在找破水点 也让住户们是相当不满 五号上午立委审发会 赖平云服务处和议员张景豪 就再度邀请了相关单位来到现场会看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八天了 有人蹲到那个洗奶瓶 有人提水提到跌倒 太苦了 真的太苦了 从7月28号自来水公司在汐止水源路二段施工后 72巷进去的这处社区就开始停水 也让居民认为是施工造成破管 只是水管哪里破了 在前两天在开挖还是找不到 5号上午立委审发会 赖平云服务处以及市议员张景豪 就再度邀请水公司人员现场会刊 对水公司表示 这两天还要再找破管 也引起居民不满 我问你们找到什么时候 你要找一个月 我们应该搬手 我们希望说你们那些可以提供资料 我们会找得更快 那个找是一定要找一样 这些离职所给我们 你现在的问题 如果有资料 你们现在还是一样 就说你们主任几个月看看 没有水的灯瓶 你来试试看 是不是因为你们的施工造成它震动 所以导致我们 这个社区完成水美水游 今天是第八天了 真的我们换位思考看看 如果今天换做将心比心 你们是我们或是你的家人 你的妈妈你的奶奶住在这边 你们谁受得了 当然住户会怀疑说 因为施工造成漏水 所以整个民运沸腾 今天已经第八天第九天了 大家都很期待说有民生的用水 可是一直找不出原因 那今天的结论就是 立即我们从隔壁的 同样一个社区隔壁户 他们做一个连接管 把水引导过去 让他们先有水 民众不禁哭诉 已经停水八天 真的太苦了 家里有老人 还有人因为提水摔伤 难道找不到破管触水就一直停下去 目前社区因为双测测是有水 而单测40多户没有水 现场民意代表也强烈要求水公司 马上进场将双测测的水接单测测 当天就附水 至于缺水原因 也给三天的时间处理 对这个社区已经第九天没水 那今天大概协调一个结果 就暂时自来水供应 AV管把它连接在一起 暂时供应 那这个三天后 自来水管看看能不能找出 漏水原因在哪里 然后再来补救 三天内要把问题点找出来 如果这三天没有把 这些漏水的部分问题点找出来 它未来我们会 做一个更新管线的工作 我想这个是一个民生问题 未来每个社区都有可能会遇到 那遇到的过程中 我们希望可以造成 民众不变的时间越短越好 当下水公司也调来人员机具进场 将两侧的水管衔接 让停水八天的住户们尽早有水可用 并且在三天内全面彻底的进行详细的探测 开挖找出社区吹水原因解决问题 加上惠林细子采访报道 细子区和平街46向后方的一处排水沟 之前周边都是招人乱种菜 不然就是有大型的堆砌物 堵住了整个水沟 造成下大雨就容易积水 虽然现在上头的杂物已经清掉了 但排水的问题还是依旧存在 所以议员张景豪就召集了 相关单位来会看要求改善 就从细子和平街46向七弄底 进去街后方 且东西步到旁 原本上头的香蕉树 竹林等还有被民众占用种菜 还有杂物都已经清走 原本数量太多 一清就是五车 一清开也发现排水沟 真的好多杂物阻碍排水 整体景观也不好 以前都是香蕉树 菜圆 还有一些筹刀 本数很多 蟒糖 蟒糖有够多 还有草 所以今天 我叫国台的地主 和经济部的地主 来给你们整理 这次穿这样 所以一定要来做水沟 这水沟没有做起来 一定会炭 会饮大水 之前因为涉及到私人土地的关系 所以只做到前面一段跟后面一段 那中间这一段因为有涉及到私人土地的关系 没有把它连接起来 但是可以看到 现场可以看到很多一些排水管 一些住宅区的排水管 那今天仅水利局过来 就是希望把这一整段 涉及私人土地的部分 那把整个香蕉 未来把它做一个完成 在纪物陈情后 4号上午 议员张景豪也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讨论如何引导这里的排水 因为这块地部分是公有地 有部分是国泰人寿的地 现场市府水利局就建议可以将这个排水沟的水 导引到一旁步道的香蕉 这样也不会牵涉到私人地 而里长只是希望能够一併绿美化 做这个水高 让它比较早 蚂蚂蚂也比较多 让它为了我们社区的环境 让它比较好的 以后看来来绿美化 或者说用一个绿美化 让它这个公用 那水利局这边是建议说 他们是希望可以在公有土地上面 把这些水引导到公有土地上面 尽量不要在私人土地上面 所以这里我们一个月 请他们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把这附近的一些水管香蕉 把水导引到 像防汛大陆下面的香蕉 如何将这里的排水香蕉 接起来在汇坎后 也请市府水利局在一个月决定 并且尽快的改善 解决周边排水不良的问题 这层慧林细子采访报道 东北角地区气候多远 而且又临近海边 长期下来受到海风的侵蚀 造成后车停止 嗅蚀相当严重 还可能会导致民众来受伤 所以今日市议员林仪齐 就邀请了市府交通局人员 来到场会开 要求更新后车停 给民众安全的后车环境 东北角地区临近海边 海风轻拾且东北角多雨的气候之下 导致后车停容易秀实 所以今日市议员林仪齐 就邀请市府交通局人员 会看了五处的后车停 要改善东北角地区民众的后车环境 东北角市区 那在这几年当中 我们已经陆陆续续新增 还有太久换新的一些后车亭 那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提供 给民众后车的时候 有一个舒适的空间 议员要求要太久换新这样子 那因为这边海边的关心 我们双向会做透明的侧板 对对对 然后还有座椅方便老人家乘坐这样子 海风长久侵蚀之下 后车亭秀实情况很严重 有的筑底都被锈食了一大块 有的后车椅也生锈尖锐 有可能造成后车民众的危险 并且海边风大 之前的后车停侧板太浅 无法有效阻挡风 这次都将进行改善 要求我们交通局 必须要将一些有损坏的 以及锈食的后车停 希望能够态换 尤其这个地方 那因为气候的关系 所以也特别要求 他们必须要增加两边侧板的部分 还有因为长者后车的人比较多 所以也希望能够加设那个椅子 能够让后车的民众 能够在后车的时候 有地方可以休息停等 后车停摇动看得令人触目惊心 为了民众的安全 此次将更新海滨路三项口旁 滨海公路78.7K处 检疫法庭站及棒棒站的后车停 另外也将更新并加深海滨站的侧板 给民众安全且舒适的后车环境 记者李嘉文 瑞芳采访报道 新北市渔港积极正在转型中 市长侯友仪就在市政会议上来指出 未来将以淡江大桥为主轴 搭配淡耳鱼港 吸引民众前往欣赏美丽的淡水夕阳 打造新北观光游艇休闲品牌 刺激以后的经济 另外针对餐厅内开放内容 市长是提醒业者和民众 务必遵守防疫规范 避免疫情有破口 新北市长侯友仪在市政会议上 听取渔业处报告后表示 新北市共计28处渔港 拥有北海岸最长的海岸线 和得天屠后的地理环境 因此渔港转型势在必行 未来将以淡江大桥为主轴 搭配淡耳鱼港 吸引民众前往欣赏美丽的淡水细罩 打造新北观光游艇休闲品牌 刺激以后经济 大幅提升当地居民生活条件 淡耳鱼港是最有条件 打造北台湾最大的水上乐园 未来一定要搭配淡江大桥 创造一个新北市的观光游艇休闲 让整个新北市的经济 在北台湾以休闲场业 跟水上乐园为最主要的活动场域 自比双北餐厅开放内容 侯友仪表示 对于部分未落实防疫措施的店家 会先以规劝为主 若有严重违反规范 将不劝导进行开罚 侯友仪强调 脱下口罩的饮食行为 很容易造成感染传播链 提醒民众在餐厅饮食时 务必遵守防疫规范 切勿因开放就松懈 因为你越开放每一个切诊个案 你的重视程度就要比警戒斩棋还更重视 因为它所带来的影响力跟杀伤力 会比警戒斩棋还高 因为我们的低度活动已经慢慢在放缓 很多的行为的风险度会慢慢增加 所以你的管控力如果不越强化的话 会快速地把病毒带上去 最后侯友仪再次提醒各局处 仍需密切观察每日疫情指标 不要轻护每个确诊个案 带来的杀伤力和影响力 各局处仍应绷紧神经 全力备战 避免新北疫情再度回升 记者伦宏采访报导 全国疫情三级警戒降到二期之后 新庄万安理办公处上家运用了LED的电子看板 24小时是不打烊加强防疫宣导事项 林长就表示 勤洗手和戴口罩 还有市长采买等防疫的宣导动作 希望提醒民众就算疫情有减缓 防疫行为还是不能放松哦 全台疫情警戒虽然已经降到二级 但是新庄万里办公处前的这座LED电子看板 24小时不打烊刊登资讯内容 包括勤洗手及戴口罩 还有市长采买等等防疫的宣导事项 有些人里长希望提醒 刑警这条路段的民众 就算是疫情稍有趋缓 防疫行动千万不能够放松 我们这条巷子87巷 有通到市长 所以往来的人潮很多 然后我们做这个跑马灯 往来他们都会看 也提醒他们做好防疫的措施 路过的里民看到电子看板 不断宣导防疫重点事项也拿起手机录影拍照下来 他说要带回家告诉亲人一起做好防疫的工作 尤其对游秀莲里长的贴心宣导 让来往的里民都能够看得到 不论是我们湾南里的还是过路的 他们都会看了他们会提醒自己 一次就买多一点 尽量扫到市场去才避免群聚 此外里长也说明 因为里办公处前的这条巷道 正好直通道市委传统市场 然而三级警戒降到二级之后 他要呼吁里民到市场采买 一次购逐就快离开 才能够避免降低群聚感染的机会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祸现场拍照录影五原则 车祸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击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聘雇外籍看护工家庭也可使用长照服务 外籍看护工请假时可申请喘息服务 专业人员到宅提供照护指导或沐浴车服务 交通服务接送长辈到医院 巷弄长照站等据点 辅居及居家环境改善提升生活品质 更多资讯可播1966长照专线 或至卫福部长照专区查询 新北市今年共有四名学子获得总统教育奖 其中一位就是就读在新店五丰国中的林根宏同学 他在对抗白血病的同时还努力向学品学兼用 市长侯友宜就特别透过视讯来给予嘉许 还天心送上同学们许愿想要的礼物 肯定学子不畏逆境的精神 2021总统教育奖新北市 一共有四名学生获得这项殊荣 包括五丰国中林根宏 投钱国中胡林渝 五华国小邓严林 以及举光国小土玉军 市长侯友宜特地以视讯方式 和四位优秀学子线上见面 并且嘉许他们不畏逆境无比坚毅的信念 值得大家学习 总统教育奖的同学们真的很棒 在最艰困的过程当中得到大家的肯定 我们希望用这样一个精神来带动所有的四名朋友 这就是我们精神的榜样 我们为这些得到总统教育奖的同学们 给他们鼓励 给他们加油 未来他们人生一定更璀璨更美好 其中信念区五丰国中的林根宏 是位品学兼优的新著名子女 国一发现罹患白血病 除了立抗病魔也努力下学 而且保持乐观 他也透过了视讯 感谢市长为自己准备了许愿的礼物 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总统教育奖是肯定学生们怀抱希望奋斗不懈的精神 期待有更多社会公益团体及热心人士 投入关怀弱势学生的行列 让社会充满更多温暖和正能量 记者陈小丹采访报道 新北市辖区内19处公园正式启用20座 新北可爱才造型狗变箱 间距有狗变袋和清理狗变的两种功能 呼吁市指摸应该做好随手清狗变的习惯 随手携带清变工具 别让自家毛小孩的大变造成大家的不变 新北市九日在辖内19处公园 正式启用20座新北可爱才造型狗变箱 间距取用狗变袋和清理狗变两种功能 同时为了增加狗变袋使用率 提升狗变自主清理意愿 环保局还特别推出始灭之刃及酒品蚕食官 两项网络抽奖活动 新北市环保局为了让我们的毛小孩 他能够有一个干净健康的活动环境 那我们在今年度特别举办的 这个打击狗变污染计划 那这个计划的顾名思义就是要针对狗变的污染 那我们包括我们从我们的鸡茶宣导 还有源头检量跟奖励四个面向 我们希望能够全方位减少狗变的一个污染 环保局长陈大为表示六狗不轻变 害狗被人厌 四主应做好随时清狗变的习惯 随时携带轻变工具 别让自家毛小孩的大变造成大家的不变 这一次的我们新北限定版的狗变清洁箱 跟往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在于说它不仅它的造型是特殊 而且美观有特色之外 更重要的它是结合我们的狗变蛋 还有我们清洁箱的两种功能 环保局提醒四主若放任毛小孩 随意便利未清除处理 将罚缓三千至六千元 还需参加环境教育讲席一小时 另外鼓励街坊邻居发挥守望相助精神 提供违规人相关试证 经查处告发后 检举人还可以获得神秘小礼物 期许大家一同维护干净家园 记者虎宇轩领口采访报导 这个月6号上午9点上班的时段 一辆自小客车在新北市淡水区内 淡津公路上静止不动 影响交通车流量 后方车辆是喇叭声不断 中山路派出所就有两位远警到场来排除状况 自小客车叫使急忙向远警来说 有一只小猫从路旁窜出来 现在是躲在车底下 而远警也立即展开救援 这个月6号上午9点 尖峰交通时段 一辆自小客车在新北市淡水区 淡津公路上静止不动 影响交通车流 而后方车辆喇叭声气死比落 中山路派出所远警到场排除 而自小客车驾驶急忙的跟远警说 有一只小猫从路旁边窜出来 现在躲在车子底下 而远警也立即展开救援 车底下一直传来猫咪的叫声 担心移动车子会伤害到小猫远警不顾地面湿滑 趴到车底下查看 果然有一只小猫躲在轮轴上 而远警小心翼翼地伸手将它从里面救了出来 立刻抱在怀中 为本派出所暂时照顾 六日早上上午九点多 我们接获情务中心通报 淡金路有一个交通障碍的事故 那到达现场是一辆车辆 停在马路中间 那去驾驶表示有只猫就横跃马路 它硬紧张就钻入车底 那我们去查看果然发现一只猫 然后就小猫咪卡在左前轮轮框当中 我们就赶快就伸手将它救出 淡水警分局提醒部分动物为了安全感 喜欢在狭窄或者是隐蔽的角落栖息 而路边暂停的车辆车底以及引擎盖 都是常发现小动物躲藏的地方 而民众在开车前也可以养成看看车底 或者是拍打引擎盖的习惯 多一分注意 或许就能够拯救一个小生命 记者许多安音 淡水采访报道 拿还新台币六千元 新庄和平里长蔡和斌 手指着这张禁止乱丢垃圾的告示牌 即使设置在里办公处前 仍旧阻挡不了少数不守法人士 乱丢垃圾的情况 令他百般无奈 这些民众不仅没有公德心 根本无视这张告示牌的存在 而且还趁着深夜时段 将垃圾往这个空间乱丢 造成环境脏乱 尤其天气炎热 担心垃圾臭气冲天 所以里长在媒体记者前往采访时候 已经自行清理干净了 邻近住户也替里长抱不平 希望少数不守法的民众要有公德心 不要贪图一时之便 任意将家中垃圾往这个地方乱丢 造成里长的困扰 里长表示如果有发现不守法的人士 请拨打这支检举电话 毕竟维护环境人人有责 里长再次提醒一旦招人检举 围责最高可罚款新台币六千元 造成荷包大失血实在划不来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道 位于沙伦路和沙伦路一段之间的车型相寒工程 在上个月初完工通车 在通车后一个月 位于隧道上方其实还有做一条景观生态的步道 公路总局西兵北区林工处副处长就表示 这条步道将会从隧道的北口旁经过隧道顶端过大砖路 在过大庄路接到炮台公园 上面有衔接我们的淡水的这个护尾炮台公园 那因为这边在我们在环境调查的时候 当初也有黄荔鸟在这边出没 所以在环境里面有规定我们在四到六月 黄荔鸟繁殖季节是不能施工的 所以这工程施工上会考虑到环保的问题会施工上的比较复杂 淡江大桥第二标联络道路这一座短短184公尺的车型相寒隧道 通车大约一个多月 而公路总局表示当初在建造过程中 因为隧道上方有黄荔鸟生态 因此环平有限制四到六个月不能虚工 而在完工后也增加了一条将近400公尺的景观生态步道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也尽量配合这个环平的这个要求 那我们自己厂商施工来讲也尽量用逆打工法 尽量能够减少这个对地方的那个地区的这个扰动 那让这个地区的生态能够比较维持 公路总局表示这条步道会在这个星期完工 并且衔接护卫炮台公园步道 民众可以经由新民街一段直接步行步道串联炮台公园 享受打造景观生态的新环境 政府为了帮助减轻照顾负担 入住立案机构有补助哦 您已申请了吗 赶快提醒亲友 由入住这些类型立案机构90天以上 并符合纳税状况就可以申请了哦 请于110年3月2日之前 减付相关文件及申请书 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波 化 移等就对啦 阿公确诊了失智症 这是我们感受最低落的一个时刻 很多时候 确认才会让我们更清楚 如何面对未来 善用政府的长照资源 帮助了我的阿公 也帮助了我的家人 疫情冲击全台花卉市场 花农生计是大受影响 因此农粮署推动花卉消费措施 预计送出八万素本土花束 给全台的医护 特别前往台北榮总医院 致政一千两百素花 除了感谢他们守护国人的健康外 也希望能刺激国厂花卉的需求 浪漫的粉红色玫瑰花 与鲜红的鸡罐花相互汇映 雍容典雅的蝴蝶兰 硬是抢走美光灯焦点 这一盆盆摆放在医院一楼大厅的花束 是农粮署特别送给台北榮总的礼物 希望能让病患与医护好好放松身心灵 这个简直就是在婚礼的 这个结婚典礼的场所 所以看起来心情不一样 因为到医院来的人 可能心情都不是很快乐 但是这个看了之后 忘掉痛苦 忘掉了这些不安 疫情冲击花卉市场 全台花价惨跌 6月一把只剩54.8元 7月疫情趋缓 价格回升到64.7元 农粮署特别采购这些国产花卉 一方面帮助花农 也借此机会感谢这段时间 医护们的辛苦付出 过去一年多以来 我们全国人民的健康跟生命的安全 是由这些英雄用他们的 牺牲他们的生命 牺牲他们的健康 还有牺牲他们的家庭生活换来的 所以我们只是了表寸心 感谢农粮署还有花店协会 特别安排这样一个特别的活动 来表达我们整个对防疫全国一条心 目前已经有130家花店参与 配送431处接种站 农粮署预计要制赠8万数花 给全台医护 也希望透过活动能刺激 国产花卉需求 带动民间消费市场 记者刘祥廷台北采访报道 国民党立委蒋万安日前发起 爱心带用餐的计划 希望帮助弱势家庭来挺过疫情 台本市议员陈兵甫响应活动 自掏腰包邀请店家一起做公益 大同区妇女会也主动募款捐助带用餐 让有需要的民众都能就近来领餐 在艰困生活中还有一顿温饱 你好 外在吗 你好 我要去带用餐 带用餐吗 那我签个笔 民众来到餐饮门市表明需要带用餐 只要配合食联制不用核对身份就能取餐 连锁卤肉饭业者做公益 帮助弱势朋友挺过疫情 我们要将带用餐发挥淋漓尽致 能够透过有尊敬有尊重有爱 这样的那一种活动来传达给需要的人 许多各行各业并还没有正式的恢复正常 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业者可以响应这样的一个爱用带用餐提供的一个地点 让我们在几乎是每个里面都能够有这样的餐厅能够协助需要帮助的人 疫情冲击各行各业 让许多家庭生计跟着受影响 立委蒋万安发起爱心带用餐计划 国民党地方明代纷纷响应 台北市议员陈兵甫自掏腰包 邀请大同和中山区店家一起加入 大同区妇女会也自发信募款 爱心不若人厚 我们救急不救求 那就是做做看 那给他们至少有一餐吃 一两天里面我们就捐了二十多万 这一次今天这一次是第二轮了 去年疫情刚开始我们就有开始先做了 都会有人每天都会有人来领 我们也不会去怀疑说他需不需要 是不是真的假的 我们能帮忙我们就是帮忙 爱心带用餐让需要的民众能有一顿温饱 对店家来说不光是尽到社会责任 同时抛砖引玉 号召更多善心人士一起加入公益行列 让疫情笼罩下的台湾依旧保有最美风景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经常在各大医院捷运站服务民众的 视障按摩师傅受到疫情的冲击 服务据点是一一来关闭 有人已经长达三个月是没有收入了 在台北市有企业就透过在地里长的牵线 安排视障按摩师到士林河北头的警察区内 替辛苦的玻璃师大人们来按摩 让自己也增加一点收入 专业的手法沿着头顶一路往下刺激 肩颈腰背等重要穴位 让辛苦工作的警消同仁身心都获得舒缓 疫情爆发 按摩业受创严重 师傅长达三个月没有收入 有企业看见他们的困难 特别趁着疫情趋缓 邀请师傅来替远警们按摩 比如这些盟友 地下街 医院 现在疫情就那么大了 结果造成所有他们的生计有困难 这区块为什么比较没有人注意 所以就发起这个活动 面罩 手套 酒精消毒等防疫措施通通到位 为了避免群聚 礼堂人数也做严格管控 透过北头温泉里长许志全的牵线 媒合这群四张按摩师 一方面慰绕远景辛劳 也顺便赚点收入 不无小补 其实在社会上还角落 还有一群更需要我们帮助的 那聊一聊 就是说要不然等降级解封的时候 有开放 那我们请这些盟友 来帮我们最辛苦的警消按摩 疫情期间各行各业都受到严重冲击 里长呼吁 抗疫期间别忘了社会上 还有一群弱势族群 需要大家的帮忙与协助 希望透过实际行动送爱 关注他们的需求一起渡过难关 记者邮湘婷台北采访报导 对抗新冠肺炎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施打疫苗 本市卫生局首创机动接种队 结合医护人员针对长照机构 以及在住家不方便出门的长者们 来提供到服服务疫苗的施打 希望家属以及长者能够安心又放心 医护人员与医师全身防护衣物穿戴整齐 但背景却不是在医院里 而是在一般的住家 原来医护人员为了行动不方便的年长者 特别提供到宅施打疫苗的服务 台北市卫生局首创机动接种队 结合新冠肺炎接种合约医院医护人员 前进社区提供到宅施打服务 从询问到完成大约需要40分钟 才能完整接种程序 医护人员从6月15号起 由8家医疗院所协助进行施打 目前已成功接种照护机构8185人 到宅542人 卫生局也呼吁有施打需求的民众 尽早申请才能尽快安排 安心度过疫情 既有长得花产门报道 父亲节干过人力银行也公布 职场爸爸的干苦调查 发现受到疫情的影响 有38.8的受访者就表示 家庭中所的因此而尖上 职场爸爸平均长达4年 4年没有加薪 也有8成5的职场爸爸是担心中年失业 比例创下7年来了新高点 家人亲友开心欢聚 举杯互助家节快乐 人力银行发布调查 台湾民众最爱以家人聚餐方式 庆祝父亲节 但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高达82%的民众偏好待在家吃饭 而为了表达对父亲的孝心 超过半数上班族套漏 会给自己的爸爸岳父和公公家用 而平均一个月下来 孝亲支出大约8700多元 给孝亲费 家用费 或者是庆祝父亲节的预算方面 就是量力而为 因为毕竟对这个父母亲来讲 其实这个自己的子女 能够在工作方面稳定 那这个孝心方面有这所谓的心意 然后还有随时可以这个 关心到自己这个长辈的部分 其实这是比较重要的 另外职场爸爸到底有多辛苦 调查也发现 有六成爸爸的收入 其实得要优先支付家用 而且每天平均投入工作 约10小时 却长达4.4年没有加薪 甚至还有超过10%的爸爸 超过10年没条薪 8成5左右的职场爸爸 也有这个所谓的中年失业的这个危机感 那当然主要原因是说 第一个可能缺乏职场的这个专业技能 那第二个就是担心就是说 可能接下来疫情的关系会被这个裁员 那另外当然就是一个年龄方面的 这种所谓的职场歧视 调查也发现有4成8的职场爸爸 认为自己一年当中 并没有一天是真正可以休息的 也因此有高达将近9成的爸爸 曾经有过离家喘息下的念头 而且想要一次至少联休超过7天 看来工作与家庭亲子关系的平衡 是爸爸们最需要学习 也是最挂心的人生彼修课 记者顾参永台北采访报道 新闻的最后关心各地有什么活动讯息 同时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